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辽宁疫情的最新消息 2月16号零点到24点 辽宁新增了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都是葫芦岛报告的 那2月16日呢 零时到24时葫芦岛市呢 又新增了7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现在已经都转入定点医疗 机构隔离治疗了 病情稳定呢 现将病例主要的形成轨迹呢 公布如下 确诊病例105 女 家住隋中县加杯盐香窝岭村康庄屯 2月11日居家未外出 2月12日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106 女 家住隋中县加杯盐香窝岭村西沟屯 2月9日到窝岭村村部门口采集核酸 2月10日11日未外出 2月12日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那确诊病例107呢 男家住隋中县加杯盐香窝岭村 下小领屯 2月11日到2月15日呢 再隔离一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108呢 男也是家住隋中县加杯盐香窝岭村 下小领屯 2月10日到15日呢 再集中点隔离治疗 那确诊病例109呢 男家住隋中县高垫子乡 冯家屯村冯家屯 2月11号到2月15号呢 也是居家隔离 2月16日呢 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确诊病例110 女家住隋中县加杯盐香窝岭村 下小领屯 2月9日到下小领屯广场采集核酸 2月10日11日为外出 2月12日转运至隔离点 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111 男家住隋中县加杯盐香窝岭村 康庄屯 2月12日转运至隔离点 集中隔离 胡罗老师呢 集库中心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呢 配合防控减少出行 同时呢也请大家关注个人的健康状况 做好 自我健康监测 请大家也配合防控减少出行 阻断疫情的传播 保持室内经常通风 尽量少聚集 保持良好的家庭卫生与生活环境 眼下疫情防控仍然是辽宁的重点工作啊 咱还是那句话 希望每个人都能把防控这根弦继续绷紧 咱们大伙齐心协力 一定能共渡难关 迎接车